在上期的视频中,我们罗列出了台湾学者翁章峰关于推背图真实性的12个疑点。 今天我们就来针对这些疑点逐个来进行论证研究,来看看推背图是不是真的像翁章峰认为的那样,根本就是一个伪造语言。 我们今天首先来研究他提出的第一个疑点,那就是关于金辟原稿咬踪的问题。 看看这个疑点能不能证明金辟委的推背图的真假。 大家好,今天我们继续研究推背图真伪问题。 推背图到底是真是假,台湾学者翁章峰对于推背图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12个疑点。 今天我们就开始研究他的第一个疑问,那就是金辟原稿咬踪的问题。 首先,关于推背图的金辰探首批原稿,翁章峰认为, 关于金辰探批点本原稿,何伟国金陵十二金钗册子离册中提出, 金辟原刊本现藏于台北西屋檐一见。 仲林方树中出现有,现今最常见的本子是明末清出大才子金辰探点评本, 原书现成包存与台北共工博物院等语。 翁章峰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指出, 俄传金辟推背图原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说法实乃不屑。 翁章峰通过查找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,故宫博物院历年出版品, 向故宫出画主主持者查证等方法, 确认金辟原稿并未藏于台北部宫博物院。 此传言戏空袖来风,以俄传俄。 关于翁章峰提到的《金零十二金钗册子离册》和方树一书, 他们到底是怎么论述推背图的呢?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。 在这里面,我查询到了《何卫国金零十二金钗册子离册》一文, 原来是一个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术论文, 应该是发表于2007年左右, 里面讨论了在《红楼梦》中预言金零十二金钗命运的图册, 跟推背图的关系。 然后用来证明, 曹耀金在他的小说中所创作的《金零十二金钗》的册子创作灵感可能来源于或者借鉴于推背图。 在这篇文章中,他只说了一句, 注意,他这里是原刊本并不是原稿。 原刊本是什么意思呢? 原刊本是一种图书版本, 凡是出自雕印的图书, 称为原刊本或者原课本。 以后按照原本照样翻课的图书, 则称为重刊本或者重课本。 所以,他这里的《金辈本》原刊本, 说的肯定是已经初刊发行过的版本, 而不是指金人弹亲自批准过的手稿, 而且还说现藏于台北, 并没有说是藏于台北共博物院。 而方树一书呢,是2006年1月,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, 作者是仲林。 他里面提到, 现今最常见的本子, 是明末清出大财子金人弹点评本, 原书现仍包存于台北共博物院。 注意,这里指的也是原书, 并不是指金人弹首批原稿。 而到了翁长峰这里, 则变成了俄传金辟台北图原稿, 现藏于台北共博物院的说法, 实乃不缺。 不过,翁长峰也有说对的地方, 那就是仲林在方树里面, 也比较妥当。 直接说藏于台北共博物院, 在他没有经过考证之后直接引用, 其实是很不严谨的。 不过,台湾学者翁长峰, 煞油借势的去台北共博物院, 查询金辟本原稿,也是在投款概念。 那么,翁长峰提到的这两位作者, 何伟国和仲林, 他们两个都认为, 特别读原刊本或者说原书, 到底是什么呢? 为什么他们两个都认为, 这本书会藏于台北呢? 其实, 关于他们两个同时提到的这本书, 我认为应该就是中国预言其中一书。 该书于民国四年即1915年5月, 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, 上海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发行。 里面最重头戏的一个语言就是推背图, 而且采用的还是金辟本的推背图。 这也是目前可见的, 有据可查最早的金辟本推背图, 也是目前流传最广, 最被认可, 艺术性最高, 同时也是预言最为精准, 内容最为完备的一个版本的推背图。 由于这个版本的推背图, 是民国初年出版的, 并且在它出版之后, 也就是当年7月18日, 时报就发布了有关推背图的禁书令。 北京专点, 袁志凯总统辅置内史间致函内务部, 请查坊间出版制中国预言。 这里的中国预言, 其实指的就是中国预言其中。 所以, 正是由于这原因, 才造成了这个最早版本的推背图, 在我们现在市面上流传极其稀少。 所以, 这也是为什么, 何卫国才在他的《金陵十二经差册》的离子中说, 悉无言一见的原因。 而且, 又由于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出版, 所以他们就想当然认为, 本书应该在台湾地区有所流传吧。 不过, 由于现在网络比较发达, 虽然这本发行于民国四年的精辈本推背图原本, 我们也可能无言一见的。 但是影韵的图像, 我们却在网上很容易就可以找到。 这就是我从网上找的民国四年版的中国预言其中。 这就是他里面所载的精辈本推背图,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可以有言一见了。 所以, 关于汪长峰提到的推背图真假的第一个疑点, 金辟原稿咬钟。 如果仅仅于这样的观点, 就来证明金辟本推背图就是假的, 就是后人伪造的, 我认为是很难成立的。 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古代典籍, 找不到原稿件, 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书记的内容就是假的。 而且事实上, 我们现在所读的经典典籍, 古圣先贤的各种著作, 又会有哪个会有原稿存世呢? 而我们又会有谁去质疑这些经典的真实性呢? 而我们总不能因为, 推背图是一本称伟之书, 就要苛九一定要找到这本书的原稿, 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吧。 疑或者是, 台湾小船汪长峰应该再去考证, 考证一下金生探队, 《水狐传》、《西乡记》、《左传》等书的点评, 看看有没有金生探点评的原稿存世。 如果没有的话, 是不是这些点评也是假的? 而且, 即便是后来真的找到了金辟本的原稿, 其实也只不过是, 把这本书确切的出现时间, 往前推了200多年, 别的其实也证明不了什么问题。 好的,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, 谢谢大家观看, 有喜欢的朋友订阅一下, 点赞分享, 开启小铃铛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发布的视频, 谢谢大家,再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